新冠疫情让布洛芬成了时下热门的弊屯药品 而布洛芬的走红又让他收获了百亿财富 他就是亨迪药业的失控人刘一千 根据2022年的数据显示 刘一千的身家已经达到了400多亿元的财富 而他所掌控的亨迪药业 则是国内第二的生产布洛芬药物的大厂 让人不由地将他的财富与部落分联系起来 但经常了解金融商业的朋友可能对刘一千早就不陌生了 医药行业在他的财富帝国里只能算是一小部分 他的商业版图横跨建筑 医药 保险等多个领域 在商界更是有着资本猎豹的别号 本期商江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刘一千的致富故事 刘一千生于1963年的上海 在中国也是最早创业的企业家之一 早在1980年改开初期的时候 年仅17岁的刘一千就选择了投身商海 他早年跟亲戚卖过衣物小商品 在上海做过批发 摆过地摊 通过这种最朴素的办法 成功为自己攒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但由于刘一千也是白手起家 资源和人脉的欠缺都让他难以赚到大钱 到了1985年的时候 他最大的收获也不过是买下了一辆出租车 而正是这辆出租车 彻底改变了刘一千的创业轨迹 刘一千买下出租车自然是为了拉隔赚钱 在80年代的中国 出租车还属于需要提前预约的高端服务 因此刘一千拉到的客户 基本上都是事业有成的大老板 凭着出租车司机自带的聊天属性 刘一千从一众商业大佬那里 打听到了不少的创业知识 其中的很多知识都是刘一千听不懂也用不上的专业内容 但有一则消息却吸引了刘一千的注意 那就是炒股 炒股在改开初期同样属于新鲜事物 刘一千虽然没啥专业的金融知识 但他也知道这是一种能够四两拨千金的致富方式 比辛苦摆摊来钱要快得多 但同样他也明白 收益越大风险越大 一不小心自己就会血本无归 但刘一千向来不怕风险 他毅然选择了加入炒股大军 自此他开始了向资本猎豹成长的第一步 在拉克的过程中 刘一千不仅打听到了不少重要的商业消息 也攒下了一万多的启动资金 于是在1990年 刘一千终于决定出手了 当时预员商城正在发行股票 刘一千了解到不少大佬 都相当看好这只股票 刘一千也选择跟进 此时的他在投资方面颇向一个赌徒 他将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 身家全部扔了进去 当时他的家人朋友都劝他不要这么冒险 若不成功那就是血本无归 但好在这一次刘一千赌对了 预员商城的股价在一年的时间里 就从一百元每股涨到了一万一千元每股 这直接让刘一千净赚了一百多万 这是他摆地摊开出租十年也赚不到的钱 自此之后 刘一千就坚定了继续玩金融的决心 但同时刘一千也感到心有余悸 他明白自己投资预员商城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属于巧合 因此他开始恶补金融知识 同时刘一千身为百万富翁 让他得以机身精英群体 再也不用靠着开出租获取情报了 于是在努力学习与拓展人脉的共同努力下 刘一千很快就从一个傻也不懂的小白 成为了理论知识相当丰富的投资者 在两千年 刘一千还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投资公司新礼仪集团 在这之后 刘一千就四处出击 投资的方式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炒股 在房产 医药等多个领域都有所掌握 截止到今天 刘一千家族所大量参股的企业 已经达到了上百家 其中光是上市公司就有14家 这让他获封资本猎豹的别号 当然 投资肯定不可能百战百胜 就连巴菲特这种投资之神也有 失手的时候 刘一千在2010年时 就在投资地产的时候吃了大亏 但彼时的他早就明白了鸡蛋 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此次投资失败 并没有让心理一伤筋动骨 对此刘一千也不过是一笑了之 除了资本猎豹之外 刘一千还有一个外号 那就是文艺土豪 刘一千曾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地承认 自己是个俗气的爆发户 但他又偏偏喜欢收藏各种珍贵的文物 土豪有小品号很正常 但各位知道 刘一千在文物收藏上有多疯狂吗 答案可能让你瞠目结舌 刘一千喜欢收藏古玩 早就不是新闻了 在2012年的时候 他曾豪制奸金 拿出近三亿元的天价 拍下了一个明朝年间的激缸杯 按理讲土豪花大钱 买文完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刘一千偏偏玩出了新花样 他将这个两亿多天价拿下的股东杯子 当众拿来泡茶喝 一时间成为了人们热议的内容 不少人都说刘一千这是有辱斯文 但他对此也不否认 在接受采访时 刘一千淡然地表示自己就是个有钱的俗人 花大钱买文物也不是为了给自己沾点文器 不过是出于爱好罢了 除此之外 刘一千还买下过诸如丝绸唐卡 意大利名画等各种艺术品 动辄豪制上亿元人民币 刘一千曾笑到自己买下的艺术品 都能开一家小型博物馆了 在2014年他还真的这么干了 他在上海开了两家艺术品博物馆 向公众免费开放 有人曾猜测刘一千如此大手大脚地买艺术品 不过是想给自己提升知名度 是投资的一种策略 但考虑到刘一千在买文物上 已经花了几十亿元 这些钱 他拿去做任何投资 都能获得比买文物更高的回报 因此刘一千自称是出于爱好的可能性 其实更高 无论如何 刘一千都是这个时代 颇为成功的投资者 资本猎豹的名号 他实至名归 至于如今布洛芬走红 为他带来的收益 刘一千也表示 这不过是意外之财 他表示随着疫情的逐步稳定化 布洛芬的热度也终将跪于平稳 并且他也表示了 对于亨迪药业的担忧 刘一千认为亨迪药业 如果只靠着布洛芬想赚快钱的话 待到布洛芬概念热度消散后 亨迪药业的股价毫无疑问的会大幅度缩水 不得不说 有一千不愧是在投资领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 对这些问题早已波澜不惊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 那样自己做出更大 我们的鼓励都将来研 oak